新一箱草坪斗的櫻花季 目前八重荫以及梨花开的阵望 不但吸引许多民众请来赏花 也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 虽然今年开始收费 但大部分的游客都认为 使用者付费很合理 对于赏花品质也表示肯定 后来我们这个管政府 把櫻花季对我们草坪斗櫻花季 有很好的帮助 对这关来带来的轮潮就是前潮 我觉得OK 因为还有景观要维护这么美 也是不容易 然后因为这地方的菌米 也是靠他们这个为生的 所以我觉得收费还蛮合理的 我觉得雾太厚了 但是花其实开得蛮漂亮的 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过来看会更漂亮 你好 我们是从桃园 桃园来的 我们今天特地来看 来草坪桶 看櫻花 大家心情都很nice 新义乡农会总干事 黄之辉指出 收费主要是为了提升服务的品质 那我觉得说像我们赏櫻花地区 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每年要做一个 观光协会要做一个维护 所以都由农会或者工手来 来出租来做支付这些费用 所以也造成他们的一个营作的困难 所以他们今年就是以收费50块 来作为清洁费 另外就是作为交通的一个控管 那另外还有包括接拨车的一个费用 陈淑华议员表示 收费是为了提升观光品质 而今年收费 游客不减反增 欢迎民众请来赏花 最近在我们新鱼香草莓头的櫻花 可以说全面开放 那当然在我们过去櫻花 这个园区里面是没收费的 那今年开始有收到50块钱结果 但是很多爱好欣赏櫻花的好朋友 并没有因为说要收50块钱结果 就没来草莓头做这个仪式游 反而去面有更多好朋友来参观 所以稍微在这里 这次需要请我们所有好朋友 来到草莓头赏櫻花喝好茶 草冰桶櫻花季今年开始收费 费用包含交通及维护 新议员陈淑卉强调 收费是为了提高赏花品质 欢迎民众请来赏花 记者邱平易新议采访报导